现在开会 今天是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 期许未来四年 各党团以及所有委员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国为民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院长韩国瑜首度主持院会 却遇上前一天石安专案报告 朝野写上破局难题 民众党一大早就到一场立案 要求加开院会 明天加开院会的方式 来处理大家所关心的石安问题 在场民进党以及中国国民党 能够敬予支持 现在有民众党团提议 交付党团进赴二读 请问院会有误意 没有误意 好谢谢 黄国昌队蓝绿喊话 不过国民党其实早上六点就抢头相地案 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就进行石安专报 但得知民众党也有提案 来营自行撤案 因为民众党也提出了相关的提案 所以本党基于都是在约党 我们支持民众党 本党予以撤案 谢谢啦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奴 你一起奴 谢谢啦 谢谢 谢谢老师民兄 谢谢 立法院攻防蓝白河 但民进党团也不是慎油的灯 总招科建民也递案给韩国瑜 要求2月23号 礼拜五进行石安报告 政党协商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交付党团协商 2月23号由本席再次召开 草野协商 石安问题 有关石安问题的专案报告 那我们会择其协商 进行行政院院长提出的施政方针 以及施政报告 请行政院 陈院长报告 国民党团无预警杯葛 不让陈建仁上台报告 蓝绿炒成一团 不满蓝营霸占一场 民进党立委黄杰上田抢麦 徐巧新赶紧阻挡 双方差点上演全武航 最后在韩国瑜劝说下 陈建仁终于顺利上台报告 但是安装案报告到底何时进行 恐怕还得等政党协商后 才会有结果 我现在开议头一天 头一天就完结啊 这个配议来在海景第一排 因为刚才看到那个画面 到底黄杰跟徐巧新 两个人到底是在吵什么 今天这个冲突状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今天这个整个的冲突的起因 就是在于韩国瑜是院长 但是这个会议呢 主持到一半的时候 就他就宣布休息十分钟 人就消失不见了 照理说院长应该要在议场里面主持会议 尤其是遇到争议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消失不见我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今天呢 本来是我们议程 今天开议日照议程的排定 要让陈建仁院长来做施政报告 然后也都排定了各个党团 大家都有排定这个职讯的时间 大家对于本来就是立法委员 都是来监督的嘛 对不对 对于政府有意见很好 你就是要好好的来监督 咨询 但是国民党团一开始 就阻挡这个意识 不让陈建仁上台报告 都准备好了报告 他们不让陈建仁上台报告 然后呢 自己带了一个麦克风 而且这么大一个喇叭 还不是小蜜蜂 这么大一个喇叭音响 脱筋隐藏里面 然后呢 意识台持续的时候 我们面对意识台 对不对 但当你要作秀的时候 你要面对哪里 大家都内行 面对媒体嘛 对不对 所以他拍得到 整排都是面对媒体 开始把麦克风音响摆出来 跟他自己在路边造势 你说罗志强拿那个麦克风 然后开始轮番的演讲演说 那其实议场里面 是有维护跟管理要点的 NG议场里面的要点 每一位立委都有咨询的时间 就是用议场里面的麦克风 扩音设备 是不能带个人麦克风进场 因为大家想看看 假设今天每一位立委 都自己搬一个音响喇叭来 而且现在音响喇叭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搬一套喇叭设施 设备进来 每个人都不管议程的这个排定 想讲话就拿麦克风起来讲 这个议场能开会能讨论吗 这比蔡市场还要吵杂 谁听得到韩院长的话 你进到议场里面 就是按照议事规则 其实你要背一个 这过去议会里面 国会里面这个是很正常 各有议事攻防 可是我觉得最基本的身为立法委员 你要遵守规定 你不能第一天就违规 所以呢 当我们在争说要求 这时候怎么办 出现争议了 意识就是要求主席来裁定 对不对 主席要主持秩序 那主席是谁 主席就是韩国瑜院长 所以当我们要求 一开始我们还是遵守 这个意识规范 黄杰并不是第一时间 就去把麦克风抢下来 是我们要求说 请院长要主持秩序 因为有国民党的党团违规了 议场就规定不能带麦克风进来 国民党党团违规麦克风进来 还不是一个人讲一分钟 每个人讲五分钟 已经都浪费大家的时间 议场没办法开始开会 院长也没办法上台报告 那这个时候呢 韩国瑜院长马上宣布 休息十分钟人就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个其实上表弟 你看那个时间在跑 早就超过十分钟 你说有时候议程进行到中间 当大家僵死不下的时候 你先休息时间 大家再回来复会 这个也是正常会有发生的议事程序 但是休息十分钟 哇 等于就是怎么样 公然的放任国民党违规 要让他们轮流 你说议事要背个没问题 你们按照规定来嘛 就不能带麦克风 所以说既然你们违规 院长也主席 也不主持会议的秩序 那其实大家要尊 因为今天国民党的书记长洪孟凯 他中间他更好笑 他跑来跟我们讲说 这个大家好 互相尊重 这个新一代桥王出来了 洪孟凯 大家互相尊重 那这个能不能带麦克风 因为我们是新的一届国会 不然我们再协商讨论好了 说这不用协商讨论 这个有规定的 这个有北朝欧离价 这个明文规定的 有什么还要用桥的 你说连规定都要用桥的 这样的品质 到底要怎么来稳证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 就遵守议场的规范 那所以说等于是会议 没有办法开始进行 所以到中间的时候 这个罗志强 开始发表他的感言 就是讲到说 什么陈其迈等等 黄杰就说 那如果说你们要拿扩音器 那我们也可以拿扩音器 讲话 好凶嘛 我也要讲 所以然后许晓星 马上冲上来 那那个时候 其实许晓星冲上来 他是开始也要 直体的冲撞 所以我们其他在旁边的同事 刚刚看到 大家赶快上去 不要第一天就使用暴力 不是说用桥的 要尊重 请尊重国会这个体制 其实今天国民党党团 等于是公然的在藐视国会 连基本的意识的规范 都不尊重 这样的品质 到底要怎么来做 立法修法工作 这个淡姐明佑来补充 我先请教国民党委屈议员 议员你怎么会这样 人家那个国会意识 就是不能扎麦克风 你们能扎 然后现在 现在你看 刚才我看到那个画面 蓝绿的这个女性委员 统统集成一团 就是为了那个麦克风 来议员 当然我觉得 如果已经要杯葛了 不会去强调说 到底什么东西能带 什么不能带 我那就不能扎 我同意刚刚配音委员讲 说你要求这个院长要做一个 这个适度的一个处理 但我觉得过 以过去所有的这样一个状况 很多时候委员的提出 其实院长因为基于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发挥 跟一个问证 或一个监督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过去 不管是哪一任院长 还是会让大家适度的一下 不管是你要这个技术的杯葛也好 或是说这个政治的公买 或是说不让他上台也好 我觉得 所以呢 你说说这个韩国瑜十分钟是烙跑 我觉得不要什么 针对韩国瑜都是烙跑 十分钟让你们双方冷却一下 再来开会 并没有不妥 我觉得院长还有他自己处事的一个方式 不要觉得说 他说休息十分钟就是烙跑 不要每次都是这样 而且过去 我像这样的东西 说真的 国民党在这个议事杯葛上 多数都是跟民进党学的 你不能说过去你们可以 现在我们就不行 我觉得这样也讲不过去 当然我尊重 我也认同应该要遵守 议事的规则跟规范 但是我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攻防当中 也不要过去 特别觉得说谁违规谁不违规 就算国民党违规 你觉得黄杰可以去强调麦克风吗 那是人家国民党的产权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 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那只是说大家在这个意识攻防上 我还是必须强调 不管谁是乱源 谁是在闹这个 陈静伦没办法上台 或是说大家谁认同 谁的做法才是对的 我想民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也会在下一次寻常中用投票来做出他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意识攻防在所难免 也不用特别去指责谁对方谁对谁错 莱明佑 我以前意思是说 就是说我们打麦克风不行 你也不能把我们唱 那我们把他拿去的 莱明佑 这个跟国民党看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一样的 反正说对手呢 如果做什么不法事情 我已经骂到底 我自己做不法事情的时候说 不然你不能把我唱 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一次呢 你只要看到行政院长在新国会要上台 没有一次不杯葛的 所以你看韩国瑜很四项啊 国民党要做秀 我知道啊 所以我先出去一下 休息十分钟 对我先休息十分钟 结果半小时不见嘛 那你做秀做完嘛 那所以黄姐当然不爽啊 因为完全是照程序走的 那主席又是你国民党的立法院院长 而且也是国民党要求叫陈建仁 快来不是吗 所以叫人来又外公去报告 临时用杯葛的方式 这完全为了什么 你说是为了什么 为了议事规则吗 为了食安报告吗 为了他们喊了口号 我们要食安 孩子要健康 国会要改革 人民要真相 不是 为的是什么 要做秀 因为很清楚啊 大家排排站 你知道镜头有在拍 就像佩儀讲的啊 就知道媒体在那边嘛 我就排排站嘛 你看字卡什么都喘 然后我跟自私人交代嘛 有啊 你看 我有杯葛 我这次没有妥协哦 为的只是这个 但是我要跟你讲 程序是错误的嘛 为什么程序是错误 今天的议程 你国民党给人家提案了 那提上去了 为了配合黄国昌 为了配合这个民众党 我又愿意策案 然后愿意策案之后 你看黄国昌忽然间 数字必公亲 是啊 不是公亲要数字 不是数字必公亲 他变最大的一个凝聚点了 国民党和民主都合黄国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我看到刚才荧幕啊 我觉得超级恶心的 除了国民党这样做秀之外呢 黄国昌 你之前跟林思敏 为了招伟的事情 两个呛成这样 忽然间说 思敏兄 谢谢 谢谢 一切都好说 对 我不知道你在谢什么 是在谢说 你们本来呛说招伟 我们要自己提 所以我民众党说 位置不重要 所以国民党没责 所以国民党为了示好 怕民众党真的跟我们奔崩离析 蓝白没办法合 所以我们本来已经提案 变个议程 然后我们又策案 来配合民众党 然后又变成说蓝白合 然后明天党团又要一起吃饭 所以我很清楚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前面这个杯葛 要让院长上台这个叫做秀 我可以体谅 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 但是前面那些议程变更的动作 你看为什么民众党忽然间跳出来 我实案报告 未来这个等韩国语主持朝野协商 再来决定时间 是要拖多久了 对 那又是你们要求的 又是你国民党要求的 又是你傅昆旗要求的 然后你傅昆旗又可以变更 然后又去跟人家妥协 然后现在又去杯葛 你看整个动作是什么 完全是操控在傅昆旗 傅昆旗掌握了一切 所以从之前什么特程组到到上个礼拜 这个提出的议程有误 然后再来又要求要实案报告 那到今天变个议程 傅昆旗你的以前剑屠龙刀 现在变草刀了 搞得乱七八糟 我相信站在前面 那五十二加二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比较资深的比如说赖士堡 应该心里很叉叉叉 为什么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私下跑去跟这个民众党妥协 然后现在又叫我们出来作秀 所以我真的要呼吁一下国民党 如果要玩就要照程序玩 你要在立法院作秀就照程序作秀 那要坚持自己 你不要跟民众党在那边眉来眼去 又说自己要有立场 你已经完全没立场了 搞到今天看起来 为作秀而作秀 人民只会唾弃而已 立法院更激烈的吵架 其实我们也是都看过 那只是说今天开议第一天 马上因为国民党要杯葛 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 那后续刚才佩议有还原整个事实 为了麦克风的事情 黄杰跟许巧新爆发了一些冲突 我们只能说啦 今天国会第一议女性的表现 女性立委的表现是比较抢眼的 我们稍微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有意义